穿著灰色衣服的男子 在警局對著痛哭失聲的家屬下跪 祈求原諒 因為他騎車撞死一名成員老翁 卻把人丟在路邊 讓家屬無法接受 男子被家屬罵到抬不起頭 全是因為三號清晨五點多 一名84歲的州姓老翁 當時要到住家附近公園成員 沒想到才剛過馬路 就被男子騎乘的機車撞上 機車撞上老翁之後 往前滑行好幾十公尺 但肇事男子沒查看老翁傷勢 也沒幫忙照坐護車 前起車輛就加速落跑 警方事後後報到場 一度以為是老翁自己生病入島 沒想到男子在現場 遺落一紙手錶 成為原警的破案關鍵 依據這個現場遺留的一紙手錶 經老翁的家屬證實 非老翁所有而確認 這是一起肇事逃逸的案件 你知道嗎 我們是來找你的嗎 你那邊涉及捐車貨 面對原警找上門逮人 男子一度想裝傻否認 但警方檢視男子機車刮痕 跟肇事現場方向吻合 加上男子的臉跟手腳都有擦傷 讓男子無法否認坦承犯案 但他壯死成癒老翁 卻把人丟在路邊 即使事後對家屬下跪 也無法獲得原諒 記者吳國珍 陳昭谷 SNG小組 高雄報導